《性騷擾認知指標》 平基會在最近的調查 他做了一個新的指標 叫做《性騷擾認知指標》 問了八條問題 看看大學生認識多少 有四分一是僅僅合格 甚至是不合格 平均分多少 平均分是69.5分 在較大來計算是B- 男女的表現有顯著的分別 男性平均分是65.9分 在這裏計算是C加 至於女性是72.7分 也有個B 所以男與女平均上來 就是一個B一個C加 所以平均分是B- 如果在這裏計算是B- 學生說難歸這個分不太好 從此也反映了 對性騷擾的認識的確不足夠 原來我們不太認識性騷擾 和性騷擾的普遍情況 其實是有關係的 在調查裏面 有多少人知道 你家校有性騷擾政策 竟然大部分的學生 都不知道 他的大學有性騷擾政策 達到58% 知道有性騷擾政策 而他還會有看過 佔全部學生的只有15.7% 很少人看過這個政策 以調查同樣發現 原來他有看過這個政策 他回答性騷擾認知的問題 是高分很多 所以他對這個問題認識一點 在防備方面也會好一點 來 怎麼會 是 哪 醫師